早晨,今天是12月6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海基证券 亚洲投资策略部主管温杰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飞飞,今早大事有什么支点? 两个,第一,留意着 内地的信贷评级展望给市场如何反应 第二,还有没有其他个别公司出现坏消息 大家留意着 是,好,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面 讲下来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个别发展的 苹果市值重上3万亿美元流上 美股就业数据疲弱 拖累美国债息下跌 去到4.2厘以下 美股三大指数低开后 各别发展的 导致低开后 一度要跌近200点 收市跌幅收窄到79点 跌幅0.2% 纳指先跌后升 收市升0.3% 收报14229点 标指向下跌0.1% 收报4567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 跌1.5% 欧洲股市方面 个别发展的 法国股市和德国股市向上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焦点科技股方面 苹果升2% 市值再度突破3万亿美元 Tesla一度升近4% 收市升幅收窄到1.3% Meta股价要向下 NVIDIA回升2% 美元股价向上 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相比半港上日收市 普遍向上 百度和网易 比半港收市高出1% 腾讯折合310.06元 比半港上日收市高不足1% 汇控比半港收市高挨近1% 折合59.73元 比亚迪也比半港收市高 电动车ADR是个别发展的 蔚来公布业绩后 美股升1% 比半港上日收市高近3% 折合58.1元 你想的港股上日下跌后 ADR再比半港低0.4% 这是最新的情况 我们看看亚太区股市 现在日经平均指数升超过400点 升幅1.2% 最新33,191点 首义综合指数升6点 西里普通股指数升58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升29点 看起来新加坡交易的港股客期 现在最新的情况 升14点 恒指达16,45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队员盘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现在先和北京谈谈 上日美股的发展 先说数据 其实数据昨天公布的是分歧的 先说就业数据 其实也比市场差预期 美国劳工部 职位空缺及劳动力流动调查显示 10月份的职位空缺是873万个 市场原本预期有930万个 最新的数据也是2021年3月以来的最少 不过服务业的指数比市场预期更好 11月份ISM服务业指数 由10月份的51.8%上升至52.7% 最新的数据也比市场预期更好 市场预期是52.3% 即是看到劳工的数据是比预期差 但务业指数就比预期更好 昨天的升势就回到科技股 纳指亦市做好 还有苹果市值就从3万亿流上 比特币就继续上升 今价就连续两天有一个回落 讲讲息口走势 现在这几天都在说 大家开始预期美国减息 还有究竟那个减息时间 是什么时候启动 究竟是第一季还是第二季 而欧洲方面 有央行的执行委员就说到 就是说欧洲央行再加息的机会 其实不大 美国就刚才说到 预期明年第一或者第二季 最快就是启动第一次的减息 比较你的判断就是 现在有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减息周期 比预期早开始 但是为什么会提早启动减息呢 就是因为害怕经济有一个 着陆的情况 无论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 你怎样判断美股 未来明年第一季的走势 是否能够保持强势 暂时我们对 甚至乎是夏年来算 美股如果是第一季 我们还是相对比较乐观一点 当然你说会否出现 一个星期一个月的回调 这就难说了 但是始终看回最新的宏观情况 第三季美国GDP是5.2% 优越预期 亦是说现在一个叫停止加息的 憧憬是非常高期 什么时候减息 大家再讨论 第三就是第三季 美股的盈利其实比预期为好 大家觉得第四季会 会进行一步改善 所以从经济业绩和加息的情况来说 明朗化了 三个因素都推断近期 美股持续向好 短期看不到 这些因素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我们要维持 可能到第一季 美股也是偏强一点 但是要提醒大家 其实你用现在 可能相对上的估值来计算 都不算特别便宜了 也看到4,170几点的标500指数 一取取到上来 都10%了 还是说一些接近高位 特别Dow Jones 所以其实短期 可能要小心一点 第二我觉得 大家将那样减息的因素 或者叫软着陆那样东西 是反映得太多 所以我一向都是那句的 低位4,200点以下 我叫大家买 但是上到这些位 随着你看到部分数据 开始变得反复的话 又要小心一点点了 可能减股会比较重要一点 但是总体上来说 撇除短期的波动 刚才提过的因素 没有太大变化 第一季 我们觉得还是可以 比较看好一点的美股 是的 我喜欢你刚才那句 就是说减股是要重要一点的 是的 因为看到其实美股 叫做未必是持续的升势 但是也叫做高位横行 但是看到有一个资金轮动的情况 比如科技股上两个星期 都是做好的 但是这个星期的初期 其实就有一个回落的情况 不过昨晚就做好了 好 如果是说 春年第一季的减股策略上 你会说放在那些传统的科技股 我们懂的名字 苹果 Tesla 那类 甚至是NVIDIA 还是你觉得 应该开始进一步分散的投资组合呢 这个很难答 因为一直这一两年 其实我们经常都说 很集中 集中于这个 纳志七雄 都是那几只 应该会分散 甚至会因为这些东西 推断的升势 不稳健 但是一直以来都真的集中着这些 我们所谓的 是叫做重磅的科技股 我们的观点就是 当然每一只会有不同的 但是笼统上 我们想分散一点点 但是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仍然局限于一些大型股 所以我们会在一些大型股里面 找回一些相对吸引的地方 可能除了科技之外 其实近几几个月我们不断提出 包括一些叫做医联服务等等 但是要个别的股票去看 但是我想重点就是 都要看个别的股票 还有不要在最高位里面追入 永远都是当有调整的时候买入 我知道很老套 但是真的 当有调整的时候买的时候 一定会相对比较吸引一点的水平 是的 那都是捉住你刚才的 就是说高位的时候买其实也有风险 一定的 是的 但是现在大家看到 譬如说真的说分散风险的时候 比特币看到真的是屡创新 又不是新高 是叫19个月的高位 是的 比特币你又怎么看呢 还是说你都会建议 小心为上这些高位追 风险始终都是比较大 我自己其实因为 我和大家同意 比特币很难衡量的价值 当时都是大家去炒供求不同的情况 但是我想过去这两三年 我自己不是比特币专家 也不是虚拟货币专家 但我们的论点就是 如果你在一个组合里面 真的有5%、10%去摆 赢了当是一个bonus 就算中间有点闪失的话 你就当是短期分散风险 或者尝试了解一下 这个市场最测烈的一个投资里面的产品 但重点就是一定 你知道比特币的波幅 虽然每一年去计算 其实以百分比去计算是收窄当中 但是还是很波动的 所以我们的策略很简单就是 你看到它大跌 你又对它未来有信心的话 你可以考虑将 组合里面5%、10%买进去 未必即时会有一个好好的回报 但是这个就是当一个 比较分散风险的做法会好一点 但是你说 现在四万多元再推下去的话 我又觉得可能 不如等一等 等它每一次回调的时候 才再加注 但是 怎样为之是一个合理价值呢? 我坦白说我真的不知道 纯粹就是 从一个分散风险的角度 去涉足这个投资范围而已 不是啦 那就注码控制风险啦 好 我们先看看港股上日的情况 稍后也有很丰富的内容 会读给我们谈的 好 恒生指数 连续第三天 创出今年以来最低的 成交保持过千亿 恒指权物低开39点后 最多跌417点 再创去年11月10日以来最低 美市跌幅收窄 收市跌318点 跌幅1.9% 收报16327点 国市收报5609点 跌93点 跌幅1.6% 科指连续第六日向下 跌2% 收报3682点 大市全日成交1180亿 北水再度转为正流入 金额有42.6亿 主要是买入ETF为主 Gutlut科技股和港交所 再度北水正流入的 美团有4亿1千万 腾讯有3亿5千万 与比比谈港股的情况 与比比谈港股这个课题 离不开今天谈谈目的最新的评级展望 大市连续三个交易日 在下市今年低位 去到去年11月以来最低了 其实相征综合指数 上日亦再度跌穿3000点 现在最新的情况就是 穆迪昨日在收市之后 说出了一个将中国的评级展望 由稳定下调到最新的 就是负面的 他们说到 意味着他们未来会考虑 将中国的信贷评级下调 目前中国现在的主权债务信贷评级 就维持在A1 即是他考虑有机会不会下调 但暂时还未下调 而且现在的展望也是A1 目的就解释到了 中国政府考虑为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和国企 提供财政资会 将会对中国政府整体的财政 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下行的风险 财政部就很迅速地作出了回应 对目的的决定感到失望 并且认为他们的忧虑是没有必要的 还有财政部的回应 就是就着目的逐点的批评 或者一些论述 就是财政部其实就有一个详细的回应 看看一会有没有时间跟大家说多一点 不过是怕比比分析的时间 所以大概说了 这是整体的大方向 先说一点历史 目的9月的时候 其实下调了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2017年 即大概6年前 就将中国的信财评下调 当时他们忧虑财政状况 未来几年 会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债务增加受到影响 另外就是除了中国之外 其实目的上个月也将美国的评级展望降到负面 说回针对中国方面 他的理据或者他的论述其实是长的 不过简单而言就是针对楼价下跌 就是对内房企业等等的问题 就是怕会传到到政府卖地收入方面 会受到影响 以及要救房企的话就增加了内地政府的财务负担 无论是地方政府也好 还是中央政府也好 加上就是第一就是收入减少 第二就是支出有机会增加 第三就是他害怕内地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财政部对每一点都有详细回应 第一样想问一下比比就是 你认不认同目的评论 认同 但这些是你知我知 大人老都知道的 你知道经历过疫情 经历过房地产的事业 基本上现在甚至乎内地的赤字率 都由原本今年2023年 由原本的3%提升到3.8% 那这个财政情况恶化了 卖地收入少了 全世界都知道 这个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 只不过我会这么说 就是我直接挑了 就是究竟对港股有多大影响呢? 我答案就是应该是不太大影响的 为什么呢? 第一 虽然这个消息在昨晚 就比较后的时间才传出 但如果大家有上网的话 甚至乎在中午的时间 已经有人截图有相关消息 所以昨天的港股 在越跌越多的情况下 不排除已经初步反映了这个消息 第二 大家分清楚 这次是下调的评级展望 不是下调的评级 两者